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 又是一週展望的時間 今天是11月12日 星期六 昨晚美股的走勢雖然沒有像日前 出現一個很強勁的上升 整體走勢反覆為主 不過科技股份仍然繼續做好 帶動整個納子繼續上升 而科技股轉好主要原因是 市場繼續對於未來的加息憧憬 是有一個回落的情況 尤其是整個美股來說 在這個星期基本上市場 都是用在短期加息的幅度 會有機會減低 加息的時間沒有之前聯儲局所說 如果說這麼長 可能會令整個市場對於科技股份的走勢 看回整個美股又好 甚至港股又甚至內地來說 剛剛這個星期的走勢 都紛紛回暖 內地因為熱症的因素 令到A股的整體走勢 沒有辦法跟隨外圍作出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看回上漸指數、深指數 都是跟之前一個星期來說 差別不大 都是1%內的發展 但恒指、國指、甚至科指 走勢明顯是好轉 尤其是恒指來說 剛剛這個星期 終於由低位向上反彈 並突破20天的移動平均線 和50天線 最後恒指升了7.2% 上去17325點收指 另外國指也有7%的升幅 收於5867點 至於科指來說 是6.9%的升幅 達到3491點收 另外 道指、標碰白指和納指的升幅 都不惶多養 尤其是納指來說 經過在之前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回調之後 剛剛這個星期大幅反彈了12.8% 去到11817點收 道指是33700點 標普密指數是3992點收 在剛剛這個星期五來說 美國再公佈一些經濟數據 包括密歇根大學 整體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去到57.8% 比起市場原本預期的59% 比起市場原本更低 反映了一件事 通脹的確確確實影響到 整體消費者 對未來的整體信心 這是很明顯的 令到大家對通脹的 有障礙度活佈 是會落過機會的 而且 整體在上星期出的多數據 無論是說CPI 甚至是整體消費價格的 預期 指數的預期 都是低於大家原本的預期 都是一個反映通脹見頂的信號 看到加息的壓力逐步減低 看到聯儲局的口吻 雖然是比較鷹派 繼續說 現在這個時間 還未真正正正 那時候有見頂的 不過市場是很公道的 他們會因向經濟數據 做一些調整 我們看看聯邦基金利率 期貨方面 如果用他們的造價作為 是一個預測 似乎交易員對於未來來說 整體的加息預期是繼續的 不過加息的幅度 明顯是比起之前低很多 因為預計 例如在12月15日 市場預計 整體的加息幅度只有0.5% 也就是去到4.25至4.25的水平 而預期的機會率是大約80% 這個數目也是相對高的 而且你也看到 在未來2月 在另外一次的加息 預期更加進取 大家都會覺得 加息幅度來說 大部分預期是0.25% 就會令到聯邦基金利率 有機會去到4.5至4.75% 這個來說 絕對對於股市是利好的 因為整體的加息預期是逐步下降的話 大家預計聯儲公司不需要大規模地去調升 都是有助於整體 未來對於科技股份的股值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 現在來說市場太過樂觀 亦都預計上 整體的息率來說 未必好像市場在聯邦基金利率期貨 所反映出來 是說明年2月 就會加息減至0.25 甚至可能會在看中 去到第一季完整體 大家都會看到每次加0.5% 不過市場的看法 都在短期內比較極樂觀 因為始終大家都看到市場 真的跌了很久 在息率方面 有一個見頂回落的機會 當然這個所謂回落 只是加息幅度是回落 要爭一整整是去到息率回落 可能都要是去到明年的時間 不過尾匯的走勢 就很明顯大幅地轉弱 我們一見到來說 就有在近期最高 上到14.78的水平 是回調之後 形成一個低於低於低 一頂又低於一頂的下跌形態 也都在形成了一個下跌浪的時間 上個星期四和五兩天 整個走勢就進一步是轉弱 令到這個下跌通道 底部也是跌穿 也都是跌穿了 今次由104.64美元 這個美匯指數的起步點 升到到114.78之後 整個升幅是38.2%的回調目標 就跌穿了 現在很大機會 在整體的RSI 也都轉回到一個三十六下 我們會預計這個下跌 仍然會延續的 而在短期的目標 就會先看回 整個由104.64開始完成的 整個升浪的總升幅 61.8% 也就是大概去回到104.64 這些水平 我們看回美國加息的預期 我們終於有一個 綜號見頂的機會 令到大家對於整體美匯的走勢 也有一個看回淡的情況 因為我們也看到 在上星期 我們看到星期四和星期五兩天 在美匯指數出現 兩支打陰軸 跌了下來 也跌穿回 我們今次由高位 在14.78開始完成的 一浪低於一浪的下跌通道底部 顯示著整體高額 其實也是挺大的 尤其是我們看回今次來講 美匯指數由104.64開始 反彈上來 最高到14.78之後 開始完成了一頂又低於一頂 一底又低於一底的下跌形態 這個下跌形態來講 令到美匯在之前已經 已經向下跌穿了 整個由104.64開始形成 反彈浪總升幅的38.2% 而上星期 跌穿下跌通道底部之後 甚至已經將整個 原本升浪總升幅 是61.8% 亦都完全抵消了 變成在這次的反彈來講 最終沒有辦法 企穩61.8%的回調目標 我們會預計 美匯指數是可以向下跌 在之前的起步 104.64這個水平 亦都符合市場 對於未來來講 聯儲局在加息的步伐 是有機會放慢的預算 在美匯走勢 就是轉弱 對於整個美股來說 是有一個特別利好的因素 就是科技對股份 可以進一步做好 因為科技對股份 剛剛這個星期五 仍然有1.8%的升幅 比起稍後 是只有0.1%的升幅 是明顯好很多的 不過我們都不太擔心 因為我們都相信 縱使現在 道指是去到保利加通道的頂 但是整個保利加通道 是有一個 繼續向上上行的方向 以及亦都預計 雖然這次走勢 開始轉到一些科技股份 導致受惠不太大 不過當我們留意 今次由8月份的34281點跌下來 到10月份的低位是28660點之後 這一轉的反彈 帶動了9天RSI 是升穿了70這個位 一般來說 當RSI去到70樓上 雖然說是超賣 但是反而會觸發到更多的資金 在短期內做一些部署 是短炒指數 導致有進一步向上的空間 尤其是我們看到 今次的跌浪 由34281點跌到28660點之後 這一轉一路彈上來 就是將所有二龍民均線都修復了 並且也修復了整個跌浪總跌幅的61.8% 當61.8%成功修復的話 就很自然將指數推向起步點 也就是大概34281點這個水平 所以暫時都會有信心 看到導致會先去34281點這些水位 才會出現一些回調 至於接下來這個星期 還有很多重要數據公佈 當中仍然包括內地方面 會公佈一些工業生產 以及公佈整體美國方面的核心 PPI的數字 以及公佈整體美國方面的房屋數據 當然內地亦都會出現 10月份整體房屋價格同比的變化 因為以而來看回 相信市場更加關注內地的房屋數據 因為近來開始有很多消息 關於內房股 五一當然是由中央支持 增加他們的融資渠道 可能會解決到 短期內的流動性不足這個問題 但是海外那邊的一些負債 似乎還不起 亦都觸發到一些要求清盤 內房股的海外公司的一些負性 可能會令到大家最關注 焦點放在內房屋價格 不能站穩 另外亦都會留意整體美國的工業生產數據 由於近來美國的經濟數據都開始轉弱 若果美國的整體工業生產能夠逐步回落 都會令到通脹壓力進一步減低 而且更重要 看回美國整體新屋和20房屋的銷售 因為都看到整體的價格已經回落了 如果房屋銷售做得不好的話 新屋動工也會有一個下跌的機會 令到整個就業市場也會進一步轉差 這可能會觸發到美國方面 在未來整體的加息考慮 都需要進一步增加 看回房屋市場的數據的重要性 而且亦都要留意到 未來這個星期來說 都要看比較多的經濟數據 尤其是一些製造業數據 亦都要看整個整個 包括整個美國的成品房屋銷售 以及二售房屋銷售這部分 至於美元的匯價是轉弱 當然很多貨幣都會即時反彈 日元、歐元、英镑等都會反彈 尤其是人民幣的匯價 在近日真的反彈得很厲害 甚至有單日向上升穿 即是反彈了1100點子的情況 我們也看到人民幣的匯價 之前一直偏弱 穿了7.26之後 也曾經去到7.753的水平見頂 其後來說走勢是回落 根據美元轉弱 令到整體匯價 去回20天線的水平 甚至可以這樣看回 現在進一步轉弱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用回 這一轉由6.6178的水平 回落到最低7.37的水平 如果用回38.2%的匯調 我們會見到大概7.01的水平 整體人民幣匯價 減速加息的壓力減少 也略推動港股做好 例如我們盡量 看回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點 逐步反彈上來 用30分鐘的即市圖 去看看市場是否還能升的情況 我們發現大概在16821點 這水位曾經受阻 並出現了背調 由低位開始反彈 總升幅的38.2% 到大約15945點 就開始回穩 並且再度上升 經過星期五大幅裂口地上升 再次在16821的支持位之後 繼續向上 並且貼著保利加通道進一步做好 看看30分鐘的即市圖 我們看到在RSI 整體 仍然在70L水平樓上 反映短期大家的看法都未真正 覺得市場是會見頂的 甚至還有一部上升的空間 因此暫時來說 在部署上 如果做一些短線的部署 就要非常之小心 不要太早做一些沽貨離場 甚至是做淡這件事 短期來說不應該做這些 尤其是當我們留意 重視上星期 每一天的早段 即是超早的見價市段 我們看到其實不是太多資金進來的 除了星期五那天 市開高了1000點 當日來講 恒指、國指、科指 都有超過10億的資金流入之外 大多數時間都是流走 甚至輕輕有幾億的 例如11月8日來講 那天雖然有資金進入 但恒指只有3.9億 國指只有1.22億 都不是一個大的數目 也在當日來講 如果看回追盤率 追盤率 追貨率 以及拋售率 會見到追貨率 很多日都是比較低 甚至是負數 只是到星期五那天 才會見到一個100%的追貨率 顯示著那天 真的有一個很強勁的買盤進來 帶動資金流入 在開市的競價時段 是比較多的數據顯示著 很多人都不敢在開市的時候追入 重視是星期五那天 是有超過20億的資金進入去恒指 但當日來講 都用回1000點的升幅去計 不是一個配合到的數據 但如果我們再看看 收市後的競價時段 情況就很不一樣 因為在開市的時候 那個競價時段 帶來的資金不多 但去到收市的時候 往往我們都看到 有比較多的資金 在那段時間追貨 我們看看過去一個星期 基本上每天在收市後 那個競價時段 很多投資者的資金流入都超過10億 例如11月9日 星期三 有41億的資金進入 另外11月10日 星期四有20.8億 星期五那天 也有24.1億 星期一 11月7日 更加有30.6億 那顯示著什麼呢 其實很多的投資者 在開市的時間 不是太肯定 市是有得升 那段時間 他們會偏向做一些 比較防守性的做法 可能的減榜 令到資金拖短的時間 流走一點點 令到那個指數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來說 我都看到 星期一 就是有個上升 跟著星期二三四 都是資金出 和繼續跌 但是去到星期五 就很不一樣 大幅上升 這幅圖正正正顯示 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市場升跌 成交大小 其實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反而來說 就是看回 很多時候 當指數是回調的時候 反而看到資金流入 我們要非常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 在投資者 追貨去部署 後市反彈的時間 他們很多時候 就說市場跌的時候 他們才會買東西 在這裏 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看到 粉紅色框的部分 都是顯示著 當日的指數是跌 但是買入來的資金 就是藍色那條線 是非常之強的 這樣升上去 之後 很快的指數 就會出現一個 比較強勁的上升 或者我們稱為反彈 另外 看回 在上星期 連續三天 在二三四那幾天 我們都看到 指數一直下降 由收市價 16596 下降 收市價 最低的時候 16081 在星期四那天收市 我們看到資金 反而在那段時間 一直加 直到星期五 一個大抽升 資金流入更快 顯示一件事 就是市場 並非像大家所想的 用成交來判別 市場有沒有升 反而去看看 市場上高 有多少錢 已經入市 這筆資金 反而有機會 成為 升市的贏家 所以我們跟資金 去考慮 這一段來說 升得比較多 資金流入來流得比較多 也是看回 10月20日開始 在大市行指的部分 累積了的資金 已經超過300億 這筆資金 絕對是可以判別 市場上升的一個主要因素 看看恆指 用15分鐘圖 一個比較短線的看法 我們發現 當指數由16821點回落 去到上星期四 即是剛剛這個星期四 15961的水平之後 做反彈 在星期五一下子 就升穿16821 並且在早段時間 是曾經回調 但是沒有下降到16821 最低到16829 就馬上彈 然後反彈上去 我們用回 由16829 之前11月7日 頂部下降到星期四 底部15961之後 用這個回調幅度的1.618倍 做過反彈目標 去到157362點 在星期五那天 最高去到17368 非常貼近這個水位 之後就回調 都顯示著一件事 即是利用短線部署 大家都是看著 這個黃金比率的走勢 如果我們看回 短期的阻力 就會是15分鐘圖 利用17362 和保利加通道頂部的水平附近 作為一個短期主要的阻力位 至於日線圖方面 走勢就更加偏好 原因就是看到 幸志有低位14597 10月31日的低位 升上來 收復10天線 20天線 甚至是星期五 連50天線都成功收復到 都顯示著現在的整體走勢 是有進一步向好的機會 那麼向哪個水平進發呢 很明顯 如果你看回 在走勢升到50天線的水平之後 我們就會以 之前今年的3月份 當時的低位1235 作為這個反難目標 最重要是 能不能夠短期站在50天線 可以的 那就再試一下 1235這些水平 至於我們看回 保利加通道去考慮的話 也會相信 用回周線圖去看 1235這個水位 都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水平 因為那個水位來說 也是非常貼近 用回周線圖的 保利加通道中軸附近 現在來說 RSI是轉回強 去到50的水位 相信有機會去到 保利加通道中軸 甚至1235這個水平 先行做整固 然後再升 都不出奇 至於這個星期的 市場焦點 也會看回 剛剛這個星期出的 CPI數據 這麼強勁 令到 與預期來說 會調得比較強勁 令到大家來說 相信 在短期內 大家都看著 食口是否有機會 進入下降 另外 也會留意 市場已經預計 在三月份 聯儲局的意識會後 之後的食口會見頂 也會看回聯邦基金利率 方面的期貨 反映著這件事 如果三月份 預期見頂的衝勁 消失了的話 到時來說 美股會出現回調 也要留意 至於暫時 整個道指的反彈 會是用回 八月份高位 三萬四千二百八十一點 最重要是看回 未來的數據 是否繼續轉弱 至於內地方面 疫情趨緊 整體的A股表現 短期內 也沒有太大 向上升的空間 不過 隨著內地方面 有部份的防疫措施 開始放鬆 也有助於整個整體 在港股有進一步反彈的空間 尤其是在接下來一段期間 繼續有更多關於放鬆防疫的措施 不排除港股會很快地 彈上去今年三月份 低為一百二三五的水平 至於短期的主要支持 也是跳五十天線 站在這條線上 整體的走勢會進一步向上 反而支持來說 會落到16832的水位 預計這個星期內 市場仍會比較跟外圍 尤其是美股走 只要暫時五十天線站得穩 整個港股短期 可以在這個星期內反彈 就會看著一百二三五這個水平 大概如果計算 不夠一千點的升幅 至於短期的主要支持 就要看十五分鐘的保利加通道底部 那麼水位來說 大概是一六八二三 比起星期五來說 大概是五百點的下跌的空間 即是要看現在的水平 一六八二三去到一百二三五之間 那麼去到今天分享完畢之前 就向大家推介一下 我彭惠新會在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晚上八點到十點 會舉辦一次線上講座 這次主要講解的都是保利加通道的使用方法 如何利用保利加通道的收窄和擴闊功能 以及保利加通道中軸的走勢 去預測未來一個主要阻力位 會在哪裏和支持位 如果去到一些主要阻力的時候 回調的幅度又會是多少呢 就會在今次的講座裏面 向大家分享 與此同時也會講一下 怎樣去利用資金流 作為一個分析工具 尤其是現在來說 整體市場就不再好像以往那樣 是靠一個成交額去做一個 主要的一個判別後市的方法 怎樣利用資金流的數據 怎樣去判別 究竟市場上的大戶是正在入市 還是正在離開 都會在今次的分享裏面 會向大家介紹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報名的話 就盡快報名 今次的收費來說 就是500元 各位可以利用版面上的QR Code 就是報名的 好了 來到這裏來說 就結束今天的分享 多謝各位收看 如果各位有任何關於個股的問題 甚至對大使有自己的看法 歡迎大家可以在以下的留言板留言給我 我盡快回覆給大家 多謝收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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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